师傅,连您都知道上海、北京、广州有俩机场是吧? 对啊,这一线城市肯定俩机场啊,天哪 现在上海给我心态搞炸了 这个你不能怪上海,你自己也太大爷了,这么大个人 希望能赶上 最终还是没能赶上飞机 上海太大了,也怪我太粗心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第一次来上海滩会有这样的遭遇 几天前我就订了一班从丽江转机到北京的航班 转机的地方在上海,转机的时间大概是四个小时 我觉得四个小时还长,我从丽江到了上海以后 我就无所事事,玩手机吃了个饭 我要去办理直击的时候,他说对不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下班了 我说啊,我说我还要去北京呢? 我说为什么会下班? 然后他说我看一下你的机票 离江到浦东机场,红桥机场到北京 那结果我就傻眼了,我说要到另一个机场,转机 然后我就打上了出租车 从浦东机场到红桥机场 结果用了一个多小时,我就如愿的没有赶上飞机 结果我就如愿的改迁 他们离了有五十多公里,非常的远 如果你在上海转机的话,千万要看清楚 这也是仅此纪念我第一次来到上海 拜拜上海,我去准备登机了